你吃过猪油吗?猪油是一种颇有文化底蕴的油 出现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至今已在我国流传上千年 虽说如今市面上食用油的种类五花八门 但除了花生油外 绝大多数人最为熟悉仍属猪油 这种食用油是猪的脂肪油 由猪板油或猪肥镖经过高温熬炼出来的 冷却后会凝成洁白色的固体膏状 部分地方也称其为荤油或猪大油 过去荆棘水平有限 家家户户基本都是自己熬制猪油食用 它的做法也很简单 就是把猪板油或猪的肥镖切成薄片 放入锅中熬制出油 这样熬出的油很香 单是用它来拌饭和拌面 加上少许猪油渣 都是一道不错的美味 可以说猪油承载了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十几二十年前 猪油还是家家户户厨房中必不可少的食用油 老一辈的人甚至觉得 虽然猪油廉价一得 但却比市场上卖的其他食用油更好吃 也更加下饭 不过想必大家也留意到 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猪油 如今正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区 都很少人吃猪油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和人们经济水平提高 越来越多人更趋于健康的食用油外 其实也和猪油的有害论有关 早前 英国和美国曾联合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 报告中赫然表示 吃猪油会过多摄入饱和脂肪酸 让人更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 至此 猪油开始被贴上了十恶不赦的标签 不少人常将猪油与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三高化等号 甚至流传出吃猪油致癌的说法 一时间猪油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猪油的危害真这么大吗 猪油主要由饱和高级脂肪酸甘油脂 与不饱和高级脂肪酸甘油脂组成 脂肪含量达99%以上 剩下的便是少量的碳水化合物和水分 猪油之所以会被专家口诛笔罚 很大原因就是 它富含脂肪酸和胆固醇的两种成分 正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元凶之一 不过脂肪酸并不是都对身体有害 有的也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重要营养成分 虽然猪油中也含有胆固醇 但含量不高 甚至要比肌肉 黄油 鸡蛋等食物的含量都要低 适量食用对身体并不会有太大影响 此外猪油中还含有多种维生素 其中包括维生素A 维生素B4 维生素D 维生素E等 能够促进钙吸收 有益于维持骨骼健康 还能更好地保护眼睛和润滑肠道 而且猪油来源于动物的油脂 和植物油不一样 它的硬质酸 油酸 以及棕驴酸含量要比植物油高 含有的同类 丁类等香味物质 也十分丰富 即使简单烹煮 也香味十足 有开胃的作用 尤其适用于食欲不振 身材瘦弱的人群 但若是长期过量进食 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 也会引起肥胖现象 所以也不宜多吃 事实上 关于猪油和植物油的争论 一直都有 支持猪油的人表示 自己也吃了几十年 身体也没什么毛病 但不支持的人则认为 植物油会比猪油更健康 其实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 都各有优缺点 生活中大家可以交替食用 并以食物多样化 来实现营养均衡 那对于猪油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你觉得猪油和植物油 哪种更好呢